四季金融海嘯是英美聯軍發動的爭霸戰爭 他是藉由四季金融海嘯 然後要壓垮 歐盟 他怕歐盟 有沒有成功 12年來成功 他用三個步驟 第一 金融海嘯 在歐盟製造的叫做歐租五國 讓一些投資不如人的破產 希臘什麼歐租五國破產 歐盟 歐租五國的破產他會拖累歐盟的競爭力 這是第一招 我們再講第二招 第二招 他利用以前在 佔領伊拉克培養出來的IS 就是那個恐怖主義 在中東製造動亂 目的核戰 製造難民草 難民草 這個難民絕對不會跑到美國 因為隔著大西洋 太遙遠 但是很自然的 會跑到歐洲 在歐洲製造難民草 拖累了歐洲競爭 這是第二招 第三招 第三招他怎麼幹 他就是 煽動英國脫歐 所以英國在那邊七上八下 為什麼 不是全部英國人的共同意志 是老美在後面製造的英國脫歐 用這三招拖垮了歐盟 這個歐盟現在看起來老美看在原理他已經不具 危險 但是後來又發現 原來 他最大的威脅 不是歐盟的 原來是正崛起的中國 這個中國本來他還不以為意 問題是當 中國的領導人習近平上來之後 習近平雄才大力 他推兩個 一 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會使得美國邊緣化 所以美國百般阻止 好像阻止不了 連他的兄弟有伴英國也 不能免俗的也投入了一帶一路 這個威脅 已經在 第二 習近平又推出了2025 2025為什麼 是要做什麼 中國想在5G的領域 要凌駕美國 宣誓他的企圖 但是美國終於發現 如果5G讓中國凌駕以前 未來 21世紀的世界霸主就叫中國了 因為他那個涉及到五眼火箭 電子商務 未來的5G的世界 這種 人工智慧 物聯網 我想這個 美國終於覺醒 如果再不採取行動 21世紀就如國父講的 應該是中國人的世界 這個老美吞不下那一口氣 所以開始展開 中美爭霸戰 人工智慧 去 participer